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获得对这个决策面的一个固有的判断 但是它却存在于一个差距是 实际的问题是我只有数据 我只有数据 我没有其他的东西 你怎么样只能够能够只通过数据 来算出这个神经网络所有的参数 同样的另外一个方面是 神经网络它所做的这个 它是一个非常并性化的一个系统 你对于每一层 你可以设置不同的神经元的个数 你也可以设置不同的神经元的层数 那你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 你如何去选择这个合理的神经网络 同时呢 构造一个合理的学习的算法 来获得这些所有的这些参数了 我要告诉大家 目前这些问题的回答 其实在理论上仍然是不完备的 包括比如说我们给你一个问题 你大致你要用多少层的神经网络来做它 来做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以至于你用什么样的结构 用多少的用什么样的参数 以及训练这些参数的方法 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是通过实验来获得 当然了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 在神经网络的这个理论这个层面上呢 它是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 不完备的一个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用什么样的训练方法是最好的 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网络结构 对于某类特殊的问题是最好的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的话在这里 构造神经网络的这个状况 变成了一个实验的一个学科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 它是通过经验去获得的 当然了在神经网络的训练方法当中呢 有一些就是说我们现在 最常用的训练的方法 最常用的训练的方法呢 它所基于的这个事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训练方法的话 叫做BEP叫做Bike Propagation 这个算法 所有讲人工神经网络的这个书 包括周志华老师这本书 在神经网络那一章 就是第五章这里 也讲到了BP的算法 97月开始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讲到了这个BP的这个算法 然后呢 然后我们 我们也试着讲一下 如何去训练这个神经网络的方法 我们的讲法是这样 首先第一个呀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直观的认识 我们先挑一个最简单的神经网络 我们来推导那个BP的算法 接着呢 我们再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推导 放到一个更加general 就是说更加 更加大的一个环境下去 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分成这么两步 来讲这个状况 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试着推导一下这个算法 后向传播算法 后向传播算法 或者叫做back propagation 这个BP算法 它的主要的思想是T度下降 它主要的思想是T度下降法 求局部集值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我们先讲这个东西 叫做T度下降法 求局部集值的方法 它大致的大致的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不是那么难理解 这个T度下降法呢 这个T度下降法呢叫做 你如果用英文呢表示叫做gradient decent method 这叫做T度下降法 它求这个局部集值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试着给大家讲一下主要的理论 看一维的情况是最好看的 我们假设是一维的情况 次变量是Omega 目标函数是F Omega 它首先这个Omega跟F Omega之间的关系 比较假设是一个这样子函数的一个关系 接下来我们是怎么说呢 我们要找一个Omega 使F Omega最小 使F Omega达到一个最小的值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的做法大致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先随意地在空间里面瞎找一个值 假设找到的是这里 假设这是最初的Omega0的起始的值 我们把它这一点叫做Omega0 通过这个Omega0 那我们能够算出这里F Omega0 接下来我们要算的是 这一个值的这个T度的方向 我们要算的是DF Omega D Omega 在Omega0处的值 在Omega0处的值 待会我会讲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大家学过这个导数的概念 那么它这样算出来 肯定是一个导数 肯定是一个导数 是一个导数 它大概是这里的一个斜率 这里就是DF Omega D Omega 在Omega0这里的值 接下来呢 沿着T度下降的方向 换句话说在这里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朝T度下降的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我们走一定的这个部署 比如说下一步的话 沿着T度下降的方向的话 是朝这边 那么就Omega0的话 将朝这边 走一定的部长 假设这个部长是α 那么将会走到了这里 将会走到了这里 把它看作Omega1 把它看作Omega1 接下来呢 在很大的概率上 F Omega1 要比刚才这个F Omega0要小 要小 接下来呢 沿着这样的步骤 你在找这里 它的这个F Omega1 在Omega1这里下降方向 下一个你将找到这儿 下一个你将找到这儿 找到这儿 一直最后将会找到这里 这会找到这里 你看啊 它找到了这里过后呢 这里将会得到的 在这个点上的话 将会得到的是DF Omega D Omega 在这一个点上将会等于0 在这个点上等于0 它等于0了过后呢 我们说它找到了一个 合理的局部极致的点 我们退出来 退出来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子的一个算法 首先它的思想是简单的 它就是实际上 你如果说你 就是说对于导数这些方面 不是最清楚的同学 其实你还可以想象的 就是叫做什么 实际上它是一个试探的过程 我们人经常也在做梯度下降法 就是说比如说 你在一个黑暗的时候 然后你大概 我不知道大家有这样子的 一个经历没有 在黑暗的时候 你要下楼梯 你怎么样做了 你的做法 基本上的做法是 你现在你看不到 你伸出一只脚 周围这样探一探 看一看 诶 是平的 那我朝前走一步 我再伸一只脚 然后是周围看一下 有一个楼梯 那我直接就下去 然后我再这样走 再这样试着试探一下 反正就是去找一个 下降的一个方向 然后逐渐地走下去就可以了 逐渐走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也可能会走到这里 然后你发现 各个地方都比它要高 OK 那我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我比较满意的 就是最低的一个状态 如果我的目的是要去一个最低的一个地方的话 那么可能我已经到了一个最低的状态 但是你按照这种方法 就是说你对周围的情况不了解 你这样子做 最后你得到的这个点 是一个局部的最小的解 实际上呢 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下 你通过这样的方法 你找不到这里 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小的 有可能这个函数在这边还有更小的 也说不定啊 但是你如果把初始值选在这儿 你找到的就是它 你如果初始值选在这里的话 那你找到的就是它 所以说的话 这个方法的好和坏 跟初始值的选择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这是我说的这个第二点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当然了 我们要把这个算法稍微的写一写 稍微的写一写 大概它是这样的 这也不是那么难啊 它大致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 第一步 找一个Omega 0 找一个Omega 0 然后呢 第二个啦 对 叫做什么啦 假设DK步 假设 你设K等于0 然后呢 假设 假设Omega F DF Omega D Omega 在Omega K的时候 等于0 退出循环 退出 否则 假设它 假设这里是这个叫什么呢 找到了这个 找到了一个局部的极值 那么我们就退出循环 并且把Omega K 作为我们找到的那一个点 否则的话 我们做的事是这样的啊 Omega K 加1 等于 Omega K 减掉 一个Alpha 乘以一个 DF Omega D Omega 在Omega K这里 这是一个更新的公式 这个Alpha是一个正数 我们把它叫做 不常或者叫做学心率 然后呢 这边呢 这是一个更新的公式 为什么要这样做啦 为什么要这样做啦 它要根据T度的方向来 来找一个这样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啦 原因如下 你如果试着用TiN展开来 来想这个问题的话 你能够想得更明白一点 原因如下 它状况是这样的 你看 首先我们可以用TiN展开来试一下这个东西 FOmega FOmega加DeltaOmega 你用TiN展开 它将等于FOmega 加上DFOmega DOmega 在Omega处 然后呢 乘以一个DeltaOmega 然后再加上其他DeltaOmega的 比DeltaOmega更小的一个数 这是一个FOmega在这个Omega局部的一个TiN的一个展开式 一个展开式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你看 OmegaK加1将会等于什么呢 你可以看 FOmegaK加1 它将等于什么呢 它将等于的是 你把这个式子带过去 它将得到的是 FOmega 加上一个DFOmega DOmega 在Omega这个时候 然后呢 乘以DeltaOmega 这里的DeltaOmega是什么呢 是这一片 对吧 是这一片 FOmegaK 不好意思啊 它因为这个OmegaK在这儿嘛 FOmegaK这里 所以说这里是OmegaK 这里的DeltaOmega 上面的DeltaOmega 在下面被带成了T 所以说将会变成一个 乘以一个 负的Alpha DFOmega DOmega 然后呢 再OmegaK 这里 然后呢 你在这里呢 你把这里稍微规整一下 它将等于的是FOmegaK 前面还少了一下 加上DeltaOmega的这个高阶的无穷小 FOmega还减掉Alpha DFOmega DOmega 然后呢 在OmegaK这个地方的平方 这是它最主要的一点 当然忘掉了这个 DeltaOmega的高阶无穷小 OK 假设这个DeltaOmega足够的小 这里足够的小 就意味着 这个Alpha只要足够的小 当然相比起它的T度来说 足够的小 只要这个Alpha足够的小的话 那么 那么 这里后面这一项 可以忽略 被忽略不计 主要那么前面这一项 导致的结果就是 这里平方的一下 它横大于0的 因为 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DF这里它不等于0嘛 所以这是横大于0的一个数 这也是一个大于0的数 所以说 它一定是 最后它得到的结果是 只要Alpha足够的小 这里一定是小于 F OmegaK的 换句话说 每迭代一步 这里将会使F变小 直到 到这里 到这里找到局部极致为止 这是整个 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推导 大家看T度下降法的时候 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说 会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公式 这样子 这些公式在 我推荐给大家的那一本 叫Non-linear programming那一本书 非线性 非线性那个 优化的那本书上里面 讲了很多 就是说 这样的小的那些问题 但是我请大家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是指不绝对 这个是指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变种 在我们的这个课上 也不会讲各种各样的变种 但是我请大家要明白的一点 是在于这里 就是 包括我们去学 学到后面 就是神经网络 如何调参数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里这个D DF 这个D 这个T度 只负责一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上 到底怎么样子发展 那是我们各种方法 自己可以想 自己的一个发展模式 这个意思 也跟我刚才说的一个意思一样 你在黑暗当中 你要下楼梯 你首先你伸着这个脚 伸着脚 然后找一找周围 哪里更小 你找到了这个地方 哎呀 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 更加底下的一个方向 那我在这个方向上 有的方法选择 走一小步 有的方法选择 在这个方向上走一大步 有的方法会选择 刚开始走一大步 后面逐渐逐渐走小步 换句话说 找出这个方向 这个下降的方向最重要 后面这里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乘它 你可以用各种各种各样的手段 你用流断法的话 这个α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α写成 是这F跟F有关 跟Om有关等等 这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理解为什么 我们有那种各种各样 T度下降法的变种的 本质的这个状况 在于这里 其实我们就是说 先找到一个下降的方向 然后再去想 怎么样子走我们的路 其实这是整个问题之所在 接下来我们现在讲完了 讲到这里过后 我们可以试着来推倒一下 就是说BP这个算法 BP这个算法 实际上就是一个 典型的T度下降法 我试着给大家试着推倒一下 这边 我们还是拿这个例子来推倒 我们还是拿这个例子来推倒 首先第一位的 第一位的我们要确定这个优化问题 首先第一位的是 我们现在假设有数据 假设有数据 输入 假设对于这样子一个网络 我们已经确定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就是说 通过这些输入数据 假设输入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XI 一个大的YI 然后I等于1到N 假设这是输入 假设这是输入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样子 我们要做的事是这样子 我们要通过这些输入 想办法去调这里所有的Omega Omega这里有四个 这里有两个 总共六个 还要调这里所有的B 三个B 我们要去调 这里所有的Omega和B 使这个Y 尽量的等于输入的这个Y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OK 所以说你看 这里假设输入一个X 假设我们针对于某一个 某一个输入 假设针对某一个输入 针对输入比如说X和Y 我们调整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优化函数 这个优化的目标函数 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 我们从最简单的定义开始 定义一个优化函数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二分之一 你想通过一个X 我们能够算出一个Y 同样的通过某一个X 我们也能算出 也能够因为输入的话 输入一个X 必然有它的标签 这个标签的话 是一个大Y 这个大Y的标签 像我们曾经讲到过的 就是说 我们曾经讲到过的SVM的话 这个大Y将是 正一或者负一 对吧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标签 我们要让尽量的让这个X通过这个网络 得到的小Y跟大Y一致 所以说这个目标函数可以定义成小Y减掉大Y 再平方 再平方 OK 我们把它当作目标函数 当然这样子的目标函数有很多种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种 这里加二分之一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为了求导方便 通过求导这两个将会被约掉 OK 接下来我们要推导了 推导T度下降法了 优化的算法很简单 优化的算法很简单 它的算法大致的流程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流程 第一个流程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随机化 随机地取所有的变量 比如说在上面这个问题里面 它所有的变量我超下来 Om1 1 Om1 2 Om2 1 Om2 2 B 1 B 2 然后接下来Om1 Omega 2和B 总共有九个变量 随机的取九个变量 这九个变量随机的取 第二点 对所有的 Omega 这个Omega包括了这里和这里 要求偏异偏Omega 求偏异偏Omega 接下来对所有的B 求偏异偏异 这是第二步 求偏倒 第三步 Omega的新的 等于 比如说第三步的话 它等于Omega的旧的 减掉一个Alpha 偏异偏异偏异偏Omega 然后Omega旧的时候 旧的时候 同样的B新的 等于 必旧的 减掉一个Alpha 偏异偏异 在 比旧的时候 所有的流程 跟前面这里的流程 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的不同在于 这里是一维的向量 这里是一维的 所以说用D 这里是 是多维的 所以说用偏导数 这边用导数 这里用偏导数 只是一个维度的不同 你要自己去推那些东西的话 所有的推导 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 接下来是最后什么时候 退出循环呢 当所有 先E 先Omega 与先E 先B 都为临时 退出循环 退出循环 当然这里没有完全的 完全的写的 注意明白 实际上是这样的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算出这个E 这个E相当于是 你要浓幻的 对这里这个X进行输入 换句话说 你可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是 这里 每输入一个X 你能算出一个E 对吧 那么你在第二步和第三步的时候 你要不断的变化 因为它总共有N个 要把第一个输进去 改一改 变一变 第二个输进去 再改一改 变一变 第三个输进去 再改一改 变一变 直到这样慢慢慢慢 逐渐的变 逐渐的变 OK 所以说这里我要说的是 整个的这个流程呢 当然还有很多值得讲的地方了 我们现在先讲 最值得讲的地方 就是BP算法的这一点 BP算法是BP算法所做的事儿 只有这一个 怎么样子算它 怎么样子算它 后面的一二三四 后面每一点 我们后面再去细化 我们先细化第二点 怎么算它 OK 接下来 我们试着算一下这里 其实它就是一个 复杂问题的一个球导 球偏导 我们试着算一下 有点复杂 但是主要的思想是很简单的 虽然复杂 但是主要的思想是简单的 试一下 要算这些东西 我们首先得利用这个公式 还有这一个公式 我们根据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BP算法的话 算这样子的网络的 所有的这些偏导 总共要算多少个偏导了 同学们 总共我们要算九个偏导是吧 对于所有的Omega 所有的B都要算偏导 上面的那里都是质边量 我们要算九个偏导 算这九个偏导 次序上有一定的规则 换句话说 这样的规则导致的结果就是说 我们算了前面 我们可以把前面算出来的结果 拿去算后面 所以说这 省计算量的主要的原因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算前面 然后把前面的那些东西 拿在算后面 怎么样去做 首先 首先我们要算 偏一偏外 偏一偏外 它等于什么呢 直接在这里算 直接在这里算 它将等于 自己算一下 它将等于Y 减掉一个大Y 当然这里不是偏 这里应该 因为它是一个E维的 我们假设它是E维的 这里将是D 这里也是D OK 我们首先算它 接下来 我们下一个要算什么了 我们下一个要算什么了 请大家注意 我们下一个要算的是 偏一偏A 这里这个A 我们为什么要算这个A呢 要算偏一偏A1和A2 因为A2掌握着 掌管着这一片 偏一偏外掌管着这一片 所以说最主要的是 提纲嵌领的 我们要算到 就是说这三个是中心 现在大家注意 我用红笔画出中心 我想一想 换一支笔吧 因为红笔已经被用到这里了 我用是黄色的笔画出中心 这一点是中心 这一点是中心 这一点也是中心 为什么 因为偏一偏这三个 Omega1和Omega2B 跟它有 跟这个偏一偏Y 是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Y等于这里 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 这边Omega1和Omega1和Omega2和B的偏导 跟这一个有直接的关系 同时接下来Omega2E和Omega2和B2的偏导 跟它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是算出三个绿色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 一切因刃而解 所以偏一偏一偏外在这里算出来 接下来是偏一偏 A1它等于什么呢 根据复合函数的链式求导法则 它将等于D1Dy 乘以一个偏外 偏到哪里去了 偏外 你要到这里来 偏Z1 接下来是DZ1Dae OK 这三个等于多少呢 它等于的是 首先你看 D1Dy 直接用上面的 它等于Y解 小Y减大Y 这里 先Y偏Z1 用这个算 Y等于Omega1Z1加Omega2Z2加B 所以偏Y偏Z1的话 就等于Omega1 再乘一个 DZ1Dae Z1到A1的这个公式在这儿 就是Z1等于φA1 所以DZ1Dae等于φA1A1 刚才我们说过φ在这里 φ如果取那个接约函数的话 它这一个一匹将没有 我们待会来讲 怎么样子协调它 换句话说 我们假设这个φ目前是一个连续可导的函数 我们先这样假设 所以说这里这一匹将会打到这儿 接下来 不好意思 这里写出来 这里应该把φA1A1写到这儿 偏E偏A1算出来了 接着是偏E偏A2 你用同样的方式来算 它等于D1Dy 然后来乘以一个偏Y偏Z2 乘以一个偏Z2DZ2DA2 它将等于的是Y 小Y减大Y 乘以Omega2 再乘以φA2A2 OK 这三个是核心 我们算出了核心过后 我们接着算起它 就会非常快了 我们算出了这个过后 算其它将会非常快了 算法是这样子 你看 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求 我们要算九个数 第一个算这一个 最容易的 偏E偏B 它等于偏E偏Y 乘以一个偏Y偏B 它将等于偏E偏Y 上面已经有了 不好意思 这里是D1Dy D1Dy 上面已经有了 它等于小Y减大Y 接下来偏Y偏B E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等于1嘛 所以说乘以1等于不乘 OK 这一步算出来了 偏E偏Omega1 它将等于D1Dy 乘以一个偏Y偏Omega1 它将等于一个小Y减大Y 然后偏Y偏Omega1 偏Y偏Omega1 这里叫做Z1 同样的 偏1偏ω2 它等于一个 我直接写了 我不完全地写出来 这里是Z2 这里是Z2 换句话说 你通过这个绿色的这里的中枢 算出了这三个 接着我们要通过这里的 算出这三个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接着是偏1偏ω11 我们先算一个 它等于偏1偏A1 接着是偏A1偏ω11 接着偏1偏A1的话 在上面 直接超上面 它等于小Y减大Y 乘以ω1 乘以φA1 接下来 ω11偏A1偏ω11 这个公式 偏A1偏ω11 算到XE去 这里是XE 接下来偏E偏ω12 它将等于 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偏E偏A1 接着偏A1偏ω12 它将等于的是 小Y减大Y 然后呢 ω1 然后φA1 A1 X ω12 所以说这里是X2 这里偏E偏B1 我非常快地写 它等于小Y减大Y 然后呢 ω1 φA1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个偏A1偏B B1的话 刚好等于1 没有了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另外一边的话 另外一边我直写答案了 实际上是一样的 偏E偏O2E 它相当于它是利用下面这个来算回去 它将等于的是 小Y减大Y ω12 ω2 翻译写A2 然后呢 ω21 XE 接下来偏E偏 ω22 它将等于小Y减大Y Omega2 翻译写A2 X2 接下来偏E偏 偏Omega偏B B2 它将等于小Y减大Y Omega2 翻译写A2 OK 这九个的算法写到了这里 写到了这里 OK 你看 这叫做为什么叫做后向传播算法呢 它的做法是这样的 首先比如说你看 输入一个X 我们首先怎么做呢 首先做的叫做前向计算 前向计算是怎么样做呢 因为你在这里你要调整的这些偏呢 跟所有跟Y有关系 跟这里Z有关系 跟A 跟A也有关系 所以说这些数值怎么获得呢 我们是 你看 首先我们在第K轮的时候 有一些Omega和B 然后如果我们输入一个X的话 我们这样从这边算到这边 我们能把所有的A算出来 所有的Z算出来 所有的Y算出来 然后这样算出来了过后 所有的值在这里都会变得清楚 接下来我们叫做后向传播 为什么叫后向传播呢 先算从后面 就是算偏导数的时候 是从后面算到前面去 我在这里就是说 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 在这个特定的网络里面 要算的是 就是说最先要算的就是 这三个绿色的点 这三个绿色的点 因为这三个绿色的点的连接关系 是最丰富的 所以先算三个绿色的点 这三个绿色的点 也是从后算到前 为什么呢 你首先算最后面 然后从后面算到前面这两个 你看 那里偏1偏A1 也用到了这个D1地外 所以说偏1偏A2也用到了D1地外 所以说这里首先算最后面 要逐渐地往前推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有了这几个关键的中数点过后 我们再去处理每一层的局部 比如说有了这一个点过后 我们再去处理这个局部的话 将会由D1地外算出这三个 同时有了这里的偏倒过后 我们再去处理这个局部的话 将会得到这三个 同时同样的道理 也通过这一个 也能得到这三个 这是所有的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算法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简化的版本 这个简化的版本就是说 我们是专门针对这个小的网络 来讲的这个简化的版本 然后如果说我们要 我们要针对一个 一个相对大的网络的话 我觉得我放到后面去 所以我放到后面去 我在这里的话 我要讲的是 讲的是 现在我讲的 就是说 现在我讲的是 另外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刚才忽略掉的一些事情 给讲明白和清楚 首先我要说 这里每一个φ在这里取偏倒 这里取偏倒 这里取偏倒 这里的φ也要取偏倒 但是实际上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刚才说过 说过那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φ它如果说是这样取 这个φ刚才我们说的是取阶月函数 假设我们的φ取接月函数的话 如果φ这个函数的话 φ一平二x是等于多少了 它很等于0是吧 除了在0这里它等于无穷大之外 其他地方都等于0是吧 这明显是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说你要在这里取0的话 整个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往下做了 没有办法往下做了 怎么办呢 我们为了要让这个φ 要让整个的这个后向传播算法能够算出来 我们必须改造这个φ 这个φ将会改造成什么样子了 将会改造成这样子 当然有很多种改造方法 我逐一地讲将会改造成这样子 理解吧 大致改造成这样子 这是第一种改造方法 φ的改造方法 这个φ它等于的是什么呢 它叫SIGMOID SIGMOID函数 你看它等于1加1的负x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想 它在负x等于负无穷大的时候 底下是一个非常大的数 所以说整个分母是非常大的数 这里将会趋近于0 它在0的时候等于几了 E等0等于1 它将等于1二分之1 对吧 这里将是0.5 它取正无穷大的时候 底下这里 这里将会趋近于1 是吧 这个函数是它的这个翻版 是仅仅是它的翻版而已 但是这个函数有一个非常好的性质 大家知道φ1比x等于多少吗 它等于5x1减5x 自己回去试着做一下 试这样吗 我试着给大家做一下 这个我试着给大家做一下 大致的状况如下 你看嘛 你要求它嘛 你要求 1加1的质x 假设它的一匹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的是 1加上一个1的质x平方 然后那边有一个负号 然后呢 1的负x 然后负x负跟负消掉 刚好是它对吧 它将等于的是 1加1的负x分之1 乘以一个1减掉一个1加1的负x 它将等于的是φx 假设分φ1比rx等于它的吗 它等于φx乘以1减φx 为什么大家喜欢用它 第一是它模拟了它 第二是它的导数算起来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就是把这个已经算出来的值 乘以1减它 乘以1减它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说的这个状况 第二我要说的事情是 换成这个φx 我们刚才是说 三层神经网络 如果说它的非线性函数 是阶约函数 将能模拟任意的决策面 另有一个证明是 把φx换成这个东西 换成sigmoid 也能模拟任意的决策面 想想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想 就是相当于它是它的这个模拟 然后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的话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你只是说要用到函数的一些逼近论的原理 也能够去证明φx是它 也能够模拟任意的决策面 在这里的话我们不会去讲 这个证明的一个细节 大家如果要看这个证明的细节 在哪里看呢 在推荐给大家的另外一本书 叫做Python Regul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Christophe Bishop写的那本书里面的 也有这个问题的 相对详细的一个证明 OK 第二个我们常用的函数是这样的 这是1 这是-1 然后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这个函数的写法是 这个函数的写法是 φx等于tanhx等于e的x 减掉e的负x 接下来分母是e的x加上e的负x 这个函数我们前面讲过 tanh和的话也用了它 这个叫做什么正切的一个函数 就是说dex减掉e的负x e的负x加上e的负x 大家请看 在负无穷大的时候 负无穷大的时候 这里都趋近于0了 这里是负的一个 无穷大的数除以它 所以说这里负无穷大的时候是负1 在正无穷大的时候是正1 在0的时候是0 所以说它大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大致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的话 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 这是另外一个取法 另外一个取法 你也可以证明 这个东西 三层的决策面 负x如果是这样取 也能模拟任意的决策面 为什么我们喜欢用它呢 其原因在于这里也很简单 你知道这个负x是什么吗 它等于 e减掉 phi x 的平方 都很简单 之所以喜欢用这两个 是因为它的phi也都很简单 你要么 要么你自己可以试着做一下 我把它做在这边 e x e x 减掉 e的负x e x 加上 e的负x 它的一匹 它将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 e x 加上 e的负x 的平方 然后呢是分母 分母这里是e x 减掉 e的负x 然后这里的平方 再减掉一个 e x 加上 e的负x 的平方 所以说的话 我看一下 这里刚好搞反 刚好搞反 OK 一个加一个减 它将等于 e减掉 e x 减掉 e的负x e x 加上 e的负x 的平方 它将等于 e减掉一个 phi x 的平方 OK 这个整个 整个你自己回去 也可以验证一下 说这是我们 最常采用的 最常采用的 两个非线性函数 接下来我还要讲 讲两个 两个比较常采用的 是深度学习 出来了过后 常采用的 非线性函数 它是这样子 接下来 这一个函数 是在深度学习当中 就是说出来了过后 大家常采用的 非线性函数 这个第三个 非线性函数 是这样 这是x 这是phi x 0的时候是0 大于0的时候 是x 这里phi x 这是phi x 它这个phi x 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做relu 叫做rectified 它如果你要写的话 它将写成的是 x当x大于0 0当x等于0 当x小于等于0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写的 更加的完备一点 你也可以等于的是 max0和x 0和x当中的最大值 你可以想象一下 phi x将会等于多少了 等于1 x大于0 0 x小于等于 OK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其原因在于 当然我们后面会 还会更多地讲到这个函数 这是深度学习出来过后 比较火的一个 比较火的一个非线性的 中间用的一个非线性的函数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用它 主要的原因在这儿 主要的原因在这儿 你想 假设这里是x 假设这里是x 用这个函数和用这个函数 它有一个问题在于 当x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这边却最大上限已经封死了 只能取1 x很小的时候 这里下限封死 这里下限也封死 只能取0 换句话说 当x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在这些区域 在这些区域 它的信息被相对的压缩掉了 被相对的压缩掉了 然后这样子导致的目的是 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用这个非线性的函数的话 没有办法去把整个网络的信息 由这一层传导到下一层 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如果说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一边算出来的x很大 经过5x的话 也会压缩到一个小的区域内 然后所以说这个函数 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说 我们在大于0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管它了 我们就让这个x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只压缩小于0的一些数 为什么要去压缩小于0的一些数呢 这个问题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在我们后面 就是讲深度学习的时候 会更多的讲到一些 这个方面的一个知识 大致的回答是 我们把压所有小于0的数 变成0的话 将会使 将会使 神经元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 通过这个非线性函数的话 每一个神经元 它在小于0的时候 全变成0了 那么 这一层的神经元的数量 按照这个比例来说的话 将有比较多的神经元变成0 另外的神经元保持原来的样子 这样导致的结果将会是 将会是使这一层活跃的那些参数减少 同时的话 在那种很大规模的神经网络当中 用它的话 能够有效地降低 就是说每一次训练 每一次进行BP算法的时候 能够有效地降低 每一层训练参数的活跃的程度 从而能够相对有效地 能够降低训练的复杂度 能够使在同样的训练样本情况下 使这个训练变得更加的收敛 所以说这是我们讲出的一个东西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 这也是最近常见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常见的另外一个非线性函数 有的人会觉得 让小于0的地方全等于0 显得过于的武断 所以说最近的话 又有这样的非线性函数 这个φx它大致它是这样的 大于0的时候还是x 它在小于0的时候 它取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量 我还是把这个图稍微画得好一点 大于0的时候 取45度朝上走 这就是x 小于0的话 取某一个beta朝下走 取某一个beta朝下走 所以说的话 这里的这个φx的话 它将变成的是 大于0的时候 是将会变成的是 这里将会是x x大于0 接着是betax x小于0 所以说的话 这里的话 它将是相当于 这个东西叫做leak 就是说泄漏的relu 就是说在负的这边 稍微泄漏出一点点 稍微泄漏出一点点 那么如果说用这种方式的话 那么φx的话 它将等于的是 1x大于0 接着了betax小于等于0 OK 这是整个这个状况 整个这个状况 三和四是深度学习当中 经常被采用的 我们会讲到 我们今天基本上 就是说讲到了这里 就是说 我们通过一个特殊的例子 来推出了这个 back propagation 就是说后向传播算法 它的一个更新 更新的一个状况 同时呢 我们对于这个 非线性函数 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学习到了 四类非线性的函数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在下节课的话 我们首先要给出这个 back propagation 就是说 后向传播算法的一个 也一个就是 通用的一个表达式 接着呢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会再继续地 讲到就是说 神经网络的训练 以及测试的流程 同时下节课 也有比较丰富的 应用的例子 演示给大家 OK 所以说我们现在先讲 这个BP算法的 这个general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 我们需要做一些的定义啊 我们需要做一些定义 首先我们把这个 网络画出来 所以你看X X 它是一个输入 然后呢 它首先经过 比如说它经过第一层 它经过 第一层啊 它将得到的是什么呢 它得到的是 Omega 1 比如说第一层嘛 然后呢 X X加上一个B1 就说我们在这里啦 我们在这 比如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规定的是 X是两个维度 但是在这里我们 把这个X的话 它只是说 它是一个向量 只是说 只是说它是一个向量 然后呢 它经过第一层 在这里我们是通过 图 这种连接关系 把它画出来的 而在这里啦 我们是用向量的形式 把它写出来的 大家能够了解 假设 假设比如说X 比如说我说 它是N乘以1为的向量 那么 在这里是N乘以1为 那么Omega 1 那假设是M乘以N为的向量 然后呢 这里的话 将是M乘以为 所以说B的话 就也是M乘以为 我要问大家 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按照这样的写法 第一层的神经元个数 有多少呢 X是N为的向量 第一层的话 它这个Omega的话 是这样子 第一层的神经元就是M个 就是M个 第一层的神经元就是M个 你如果 你这样写 和这样写是一样的 你看 你上面的写法 跟下面的这个 这个写法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XN 然后呢 中间有M个神经元 中间有M个神经元 这是M个神经元 接下来 每一个都去跟它连接 这里呢 每一个都去跟它连接 OK 这里呢 每一个都去跟它连接 所以说 然后呢 这里每一个都跟它去连接 OK 所以说的话 这里你看 这里的Omega 假设这个Omega的话 这里是Omega11 Omega 这里的话 我想Omega11 你要乘X 所以说12 Omega13 等等等等 这里是Omega1N 然后呢 Omega21 Omega22 Omega2N 这边是OmegaM1 一直到OmegaMN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向量 一个矩阵的形式 但是你在这里画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这里的Omega 这个Omega11 就是它 这个 因为Omega12 要跟它乘 所以说Omega12在这里 然后呢 等等 这是Omega13 等等等等 一次类推 我不画了 我不画了 这里的这个M乘以N个参数 实际上就相当于 这里的M乘以N个参数 那么它的输出了 它的输出的话 这里是A1 这里是A2 这里将会是Am Am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的话 这里的话 我们要把它写成 比如说写成A 然后E 这个A1的意思呢 就是 这个A1的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 它是第一个A 这个A1上面 打一个括号的A 在这里 在这里的话 不好意思 这是大M了 在这里它将是一个向量 它是从 它有M个分量 它有M个分量 所以说 你这样写 跟这样写 跟这样画 是完全一样的 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理解了这个事 基本上 后面推导 就会更加顺利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 这样子的 我想一想 不好意思啊 我想一想 这个我们相对来说 定义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 这里应该是写的是 Z1 不好意思 这里Z1 所以说 这里应该 首先用Z去替代它 这里是ZM Z的大M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第二层 第二层 它经过Phi 经过一个Phi 所以说 这里是A1 它等于一个PhiZ1 同样的道理 这里经过Phi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里经过Phi 这里经过一个 非线性的函数 这里经过Phi 然后呢 这里将会得到的是 这里将会得到的是A1 A2 比如说A3 一直到Am OK 这里经过Phi 就是底下这里经过Phi 所以说这是 这是整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呢 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是这样写的 Z2 它等于的是 Omega2 A2 加上B2 换句话说 这里前面是第一层 经过非线性函数过后 这里就是第二层了 这里第二层 底下你可以跟着它画过来 但是我不再往下画了 所以说的话 这里将会是第二层了 一次内推下去 一次内推下去的话 将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一次A2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再经过Phi 所以说的话 你写的是A2 它将等于一个PhiZ2 接下来 再接下来是如何 再接下来又是下面一层了 又是下面一层了 下面一层的话 其实你要写的话 就是Z3 Z3 它等于的是 Z3 Z3 Omega 3 A3 Omega 3 A3 加上一个 Omega 3 Sorry Omega 3 A2 不好意思 这里写出来 这里是Omega 2 A1 因为A1是这里算出来了 这里是A1 所以说的话 这里接着是A2 对了 这样对了 所以说这里经常容易被写混 接下来这样一直下去 最后到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它的意思就是 J比如说Dm乘 它等于都是OmegaM 然后Am-1 然后加上Bm 最后将会到最后一层 到最后一层的话就是 JL比如说DL乘 它将等于的是OmegaL Al-1 加上一个BL 然后最后我们得到的输出是 Y等于AL 它将等于的是φJL 其实这个看起来是那么复杂 实际上它就是一些规定而已 我们相当于把这样的图变成了矩阵 当然了你为了统一 你为了统一的话 我们基本上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会写一个X等于AD0乘 然后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将会写到的是 在这里将会写成的是OmegaE 然后在这里就要写成A0了 这样子整个所有的式子就统一起来了 整个所有的式子就统一起来了 OK 接下来开始推导 开始推导 在推导之前我们得有一些定义 这个定义是这么几个 第一个定义是网络共有 共L层 在这里第一个定义网络共有L层 第二个 ZK AK 打个括号的K DK 是DK层的向量 它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维度 这个ZK和AK 这个向量的维度 你可以想象 它就跟DK层的神经元个数是一致的 它跟DK层的神经元个数是一致的 然后BK也是跟DK层的神经元个数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定义 它是与DK层神经元个数一致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用ZIK 这个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这个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我要说的是 我要说的是你写到上面ZKAKBK的话 这是一个向量 而ZIK AIK和BIK 是只要在这里打了一个下标 这就变成一个数了 是它的第二个分量 这是第四个 用YI表示Y的第二个分量 用YI表示Y的第二个分量 OK 这里我已经所有的把整个的这个流程写了出来 OK 接下来有了这些定义呢 我们开始来推导了 开始来推导 在推导的过程当中呢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还是把这个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BP算法的这个流程写在这边 BP算法流程 第一个 随机初始化 所有的Omega和B 所有的Omega和B 我们在这里要求的 就是说要通过这个训练的样本 要求的也仅仅是Omega和B 但是这里Omega和B呢 在每一层它都有 它每一层都有 所以说我们第一随机初始化 Omega和B 第二个呢 对于输入样本 就是说训练样本 假设训练样本是X和Y 训练样本它的形式 比如说它是一个大的X一个大的Y 我们先假设有一个 如果有多个的话 推起来将会更加麻烦 将会更加有各种各样下标写在这儿 将会我觉得将会损害大家对问题本质的理解 假设我们先用一个训练样本来推到 它的这个相当于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向量就是说特征是X 就是这里这个X 而它的那个输出是大Y 我要说的是 根据这个神经网络它的那个结果 我们去 我们通过这样构建的这个网络 做出来的这个小Y 就是通过神经网络算出来的值和小Y 跟它的实际的Nabel大Y 它们的维度应该是一致的 它们的维度应该是一致的 所以这是第二点了 然后通过这个训练样本的话 我们代入后 代入网络 可求出 所有的 J 所有的A 所有的Y OK 我们将会求出所有的 所有的J A和Y 相当于我们 先如果说 我们先把这些Omega B初始化 那么对于任何一个训练样本 输入进来 我们代入整个这一套流程 可以把所有的A J和Y都给求出来 这是第二步 这叫做前向的前向传播 前向传播 等于一个流程 接下来 第三个 练式求导 练式求偏导 练式法则求偏导 这个偏导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目标函数E 它等于的是二分之一 小Y减大Y 这个向量模的平方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我要说的是 关于这个目标函数 我们后面有一些定义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目标函数 我们其实它的这个思想都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目标函数复杂 只是在求导的第一步复杂而已 在后面其实所有的推导都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 我们现在目的就是要最小化它 接下来我们开始推导 接下来我们开始试着来推导 接下来仍然是这样的 我们的目的是 我们要求所有的偏一 偏 omega 以及所有的偏一和偏 b OK 我们要求所有的偏一 偏 omega和偏一 所有的偏一和偏 b 接下来如何做 做法仍然是这样 我们要抓到这个关键的节点 这里要抓的关键节点是什么呢 这里要抓的所有的关键节点是这里所 这里这些 z 所以说的话我们 我们要去要抓到这个关键的节点 我试着把这里擦掉 关键的节点是啥啦 关键的节点我们单独的射出来 单独的射出来 射 求导的过程 我先试着写在这儿 如果写不下的话 我再想一想 再把那边擦掉 OK 关键的节点在这里 我们要试设 关键的节点 delta 比如说 i m 它等于的是偏一 偏 z i m 换句话说 关键的节点是 z 关键的节点是 z 因为你看这个状况的也能够看得出来 你知道的 z 你从这个 omega和这个 b 迎刃而解 因为它是一个线性的东西在这里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我们要抓到每一步关键的 z 接下来 这个 z 你看它的这个形式 按照刚才的形式 这个 z i m 的意思是 d m 成 dm 乘的 z 的 d i 个分量 所以说这里是 这里对于 e 的话 底下我再次强烈一遍 这是 dm 乘的 z 的 d i 个分量 所以说我们设意 专门设意一个 delta 这样的值来表示这个东西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状况的话 第一步 偏 e 这个 delta i 最后那个 d l 层 我们首先求出来 偏 e 偏 z i 的 l 层 偏 e 偏 z i 的 l 层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偏 e 偏 y i 然后呢 乘以一个 偏 y i 偏 z i 的 l 层 OK 这是两个 练识法则的求导 我说过 y i 是小 y 的 d i 个分量 那么你如果 你这样子求出来的话 它将等于的是 你看 e 在这儿 e 在这儿 e 是所有的这些分量 加到一起 你如果把 e 写得 写得开一点的话 它将是这样子的 这一个它就等于的是 二分之一 i 等于 1 到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大的 m吧 换句话说我们假设的是 小 y 和大 y 都有 m 个分量 那么这个模的话 它就你要写出来 就是 y i 减掉一个 y 的大 i 的平方 这样写跟这样写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 偏 e 偏 y i 小的 y i 的话 你直接就能够得出来 它等于的是 小的 y i 减掉一个大的 y i 接下来 偏 y i 偏 z i l 你看 这里这个 y 它等于的是 它 我在这个式子里面 我要说的是 这是一个向量的形式 你像这样写 跟像这样写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它就是对于 z 的每一个分量 都去求了一个 都去求了一个 非线性的一个函数 然后就得到了 y 所以说你在这里写 y 这里加上它的分量 和不加分量 整个写向量 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的话 在这里的话 如果说 y i 和 z i 的关系 是这样的话 那么偏 y i 偏 z i 的 l 乘的话 直接 是这样的关系 是将直接得出来的是 phi i 偏 z i 的 d l 乘 OK 所以说 这是我们求到的第一个 我们求到的第一个 它将等于的是 它将等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式 我要说的是 这样就其实是能够被算出来了 你看 根据这个 根据第二个 我们经过了一次前向传播后 我们把所有的 z i 和 y 都算出来 所以说所有的 z i 和 y 都算出来的话 这里是已知的 我们已经算出了 y 这里的大 y 是我们输入的这个 label 是我们输入的 label 然后这里的 z i l 也是我们在第二步 已经算出了这个 z 已经算出了这个 z 所以说整个这里它是完全一致的 接下来我们要相对复杂一点的是 要求这个 d 推的公式了 Δ i 的 m 其中 m 是 m 是这个Δ i 的 m的话 它 m 是大于等于 1 小于等于 l 等于 l 减 1 的 相关就要说我们下一步要求一个 d 推的公式 从后往前推的公式 根据定义它等于的是偏 e z i 的 m 第 m 乘的 j 的 di 个分量 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求到这个 对于 m 乘的这个 di 个分量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关系式 这个关系式的话我想一想 我应该怎么样子来写这里了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写到这样子 我稍微改一下 因为这里没有写的特别的方便了 假设这里经过了很多次 这里出现了 m 这是 dm 个 这里也是 dm 个 这里呢将会是 m 减 1 这里呢将是 m 这里是 m 所以说这里是 m 这里也是 m 接下来呢 这里将会这里 3 这里写了 2 变成 m 这里写成 m 加 1 这里呢是 m 加 1 然后呢这里是 m 这里的话将会是 2的话将会是 m 这里是 m 加 1 OK 这样看能够清楚一点 我们看这里看这两个 看这一串的关系 看这一串的关系 OK 这个关系还是相对来说有点困难 我先把结论写在这 其实这个也不难推 只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繁琐而已 我想一下 我们画一下 画一下这所有的这些关系 可能更清楚一点 这里写在这 我在这里我把这个图画在这 你看 这里有 m 层嘛 在 dm 层的时候 假设这里是有一些 z 比如说这是 z1的 m z2的 m 一直到 z的 比如说总共这一层有 sm个这个 这么多个 z 换句话说 在 dm 层有 有 sm的这么多个神经元的输出 然后呢在这里呢 在这里每一个呢 它首先要经过一个 phi 它首先要经过一个 phi 然后这里得到的将会是 a 1 m a 2 m 一直到 a的 sm的 m 接下来啦 接下来啦在这边 在这边的话将会有 你看这里a的话 它是这边经过的 phi 经过的 phi 就是在这边的话将会有 比如说 这里假设有 这是在 dm 加一层的 z 这是 1 z的 2 这是 2的 m 加一层的 第二个分量 一直到这边 z的 假设这里这一层有 sm加一个分量 然后呢这里有 m加一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里和这里的关系是啥呢 这里和这里的关系相对来说复杂 就是用一大堆的 omega去把它连起来 用一大堆的 omega把它连起来 OK 不好意思啊这里 然后当然了 每一个这里还加出了一个 b 还加出了一个 b b的话在这里的话 zm的话 所以说这这是 bm 这是 1 一直到这里加出来的 bm m的 sm加1 sm加1 OK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的话这里有点错误啊 稍微有点错误啊 这里是 b1的 m加1 这里是 bsm加1的加1 OK 换句话说这里 假设这里 z3的 m 我把这个图画的稍微好看一点 它大致是 大致将会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里是所有的 omega 连到一起 这里是所有的 omega 连到一起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 推它 偏1 偏zi的 m zi的 m 假设我们在这里 把zi的 m画到这儿 然后呢 这里经过了一个 phi 得到的是 a i的 m 然后呢 你看 你看 这就是这里了 a i的 m当然了 它可以 它跟它连 它跟它连 我在这里 我用红色的线 画出这个 a i m的连线 它跟这里连 它跟这里连 它跟每一个这里的 这里的神经元都要去连 这里是红色的线 换句话说 偏1 偏zi的 m的话 我们要偏1偏zi的 m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偏1偏这里所有 偏1偏这里所有 因为我们知道了 m加1 我们要去推它 那么怎么做呢 首先 z和 a的关系 我要求 a i的 m的话 我要知道这里 所有的偏1偏 z 因为每一个偏1偏 z 跟它是连到一起的 跟它连到一起的 同时呢 然后呢 我才要通过这个 a 再偏回去 所以说的话 这里的话 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呢 大致地写出来 将会是这样 偏1 偏 先 a i的 m 然后乘以一个 先 a i的 m 先 z i的 m ok 然后呢 这里呢 这里呢 将会得到的是 将会得到的 得到的是 我想一下 这 z i的 m 这里将会得到的 它将得到的是偏1偏 z i的 m ok ok 我想一下 这个推的是否正确 ok 这里的话 偏1偏 z i的 m的话 在这里 然后呢 它等于 偏1偏 a i的 m 然后呢 偏1偏 a i的 m 然后呢 偏 a i的 m 先偏它 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接下来它将等于什么呢 它将等于的是 它将等于的是 这么一大堆啊 这么一大堆啊 它将等于 首先这里是好求的 这里求 这里直接 直接是一个 phi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首先这一项是非常好求的 我先把它求出来 叫做是 phi 然后呢 在这里呢 a i和 z的话 应该是 phi z i的 m 这里再来打一撇 打一撇就可以了 主要是这里 这里有难度 这里有难度 因为每一个a都跟它连到一起 都跟它连到一起 当然了 难度也不是那么的大 我们要把这里的这几个 最比 最这个 让人急速的是 这几个值的这个写法 这里的 omega 应该怎么表示啊 请大家想一想 这个 omega 怎么表示 它相当于它是从 这边的第i个神经元 连到这边的第1个神经元 对吗 首先 是 omega 首先我们看它在第几层 首先我们看 它在第几层 这里是连连 我们首先得看 它在第几层 对吧 它应该是在 第m加1层 对吗 首先我们看它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里嘛 这里是 zm 加1 这里所有的 z 跟 omega 是在同一层 所以说在 dm 加一层 底下的这个分量 是 i1还是 ei 你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 看你怎么定义而已 实际上就是看你怎么定义而已 你如果把 omega 写成这样的形式 你假设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omega 1 1 omega 1 2 omega 1 3 等等等等 这里omega 2 1 等等等等 这边呢 如果说 omega 是这样子定义的话 这里将会是 ei 对吧 想清楚这里 想清楚 主要是想清楚 想清楚这里 因为它去跟 a 那边乘 其实这个不重要 其实这个不 我再次说 不是最重要 这个主要就是一个定义而已 主要就是一个定义而已 接下来我们能够写出来吗 把它 把这一项写出来吗 这一项 这一项写出来 它将等于的是 有一个求和符号 这里求和符号要对 多少个求和呢 我们要对 j 等于 1 到 sm 加1 求和 然后呢 这边呢 这边呢 应该就是偏 e 偏 接下来呢 这边的话将会是 delta j 然后呢是 m 加1 然后再乘以一个 omega j i OK 其实这个不难 你稍微就是有点绕而已 就是有点绕而已 我相当于这个 a 跟这里所有的 sm 加1个 z都有关系 而每一个关系呢 是大致求出来 就是跟 omega 有关 所以说的话 它仅仅是比较绕而已 所以说你在这里 你要求的话 是首先求到 sm 加1个 z 这样的和 然后每一个和里面 它的这个关系是呢 这里等于什么呢 这里它就等于偏 e 偏 j m 加1乘 它主要的关系就在这儿嘛 主要的关系就在这儿 所以说的话 这个 d 推公式的形状 已经完全确定了 已经完全确定了 它是由这两项组合在一起 如此这般 你通过 首先我们通过这第一个公式 我们得到了在 l 层的 delta i 然后再通过 再通过这个第二个 再通过第二个公式 我们可以把 delta i 的话 从后 从后面这一层 往前面这一层 推过去 推过去的关系是就在这里 OK 再接下来呢 我们的任务 最主要的难点在这里 但是我们的任务在这里 并没有完全的结束 我们的任务在这里 并没有完全的结束 我们还要通过这些 delta 求到的这些 delta 你看 从后往前这样推的话 我们能够把所有的 m 层都推出来 当推出来这所有的 delta 了过后呢 我们下一步要怎么求呢 下一步的求法 相对来说简单的 相对来说简单的 它的下一步的求法的话 大致是在这里 我把这里插掉 我们写在这 接下来我们来求一下 偏移 先 Omega ij 的 dm 层的 Omega ij 它等于什么呢 你看 dm 层的 Omega 首先是对 dm 层的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来求 求完了过后呢 然后还要乘以A 我直接把答案写在这里啊 它等于的是 delta j m 然后乘以一个 ai 的 m 减 1 它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说 当你求到了所有的 delta 了过后呢 你如果你要求 每一个 Omega 的话 直接 直接这样求求 可以了 当然了 还是这些下标复杂的问题 我把 check这些下标的这个任务 交给同学们 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不难的 只是说 只是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繁琐 大家在做的时候 稍微小心一点 留意一点的话 大致就能够能够了解 接下来 偏 e 偏 b i 的 m 它等于什么 它直接等于的是 delta i 的 m 这两个式子 再加上这两个式子 联合起来 能够把所有的这个 Omega 和 b 都求出来 或者说求的过程的话 就是首先用 d 推式 从后往前把所有的 delta 求出来 就是偏 e 偏 z 给求出来 接下来通过偏 e 和 因为 而这个 z 呢 跟 Omega 和 b 又有非常简单的线形关系 然后再把 再把这里给求出来 这是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求这个 的一个状况 求了这个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当我们求完了这里过后呢 就像上次说的 我们需要去更新 更新参数 我们 我们需要 更新这个参数 所以说这里 练式法则求偏导 求出了这个偏 e 偏 Omega 求出了偏 e 偏 Omega 和偏 e 偏 b 过后呢 过后呢 求出了偏 e 偏 Omega 和偏 e 偏 b 过后呢 第四一步呢 就是更新 它的更新的这个状况 也很简单 你看 Omega 的 心 等于 Omega 的 旧 减掉一个 alpha 偏 e 偏 b 偏 Omega 在Omega 旧的时候的 一个值 接下来呢 b 的心 等于 b 的旧 减掉一个 alpha 偏 e 偏 b b 的旧 这是所有的情况 这是这里所有的情况 换句话说 我们把最基本的 bp 这个法则写到了这里 同时我们用了比较多的时间 来大致的把整个的偏导的计算过程 给写到了这里 然后呢 这是一个 我要说的是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 最基本的这个训练神经网络的一个模型 但是用这样的模型 基本上如果你就用一二三四这样做的话 基本上你得不出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很好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涉及到各种各样 intrinsic 的一个问题 包括了 包括了 这些 intrinsic 的问题 包括了 各个方面 真的是各个方面 下节课我们会讲到各个方面 包括了哪些 包括了如何随机化它 这个 e 这个目标函数如何设置 然后更新如何 这怎么样子去做 还有就是 最后我们更新完了过后 我们什么时候 因为一二三四这样子 如果说 4 如果做完了 4 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回到 继续回到 2 去 做完 4 我们可以继续回到 2 去 用新的 Omega 和 B 再算出新的 ZAY 然后再做 什么时候 所以说这样子将会一个 将会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 什么时候让它停止 这也是一个 我们在训练神经网络当中 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所以说 这节课我们讲的 BP 算法 各种各样的状况 我们在下节课的话 会讲到如何利用这种最基本的 BP 算法 去把它每一步都去做 根据我们的一些经验和一些理论 做一些优化 从而能够真正的可以去 在实际的这个例子上 去训练一个 效果比较好的神经网络 我们下课先休息一下